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午參加自家民眾黨 所舉辦的能源轉型研討會 大談他對核四的看法 以及民眾黨對於能源的規劃 他認為藍綠都用民粹的方式 在處理能源轉型的議題 其實還是要回歸到如何解決問題 對核四他也明確表態認為不要改 而他也說到台積電雖然是護國神山 但確實也是耗電耗水的產業 該怎麼因應都還需要再討論 臺北市長柯文哲以民眾黨黨主席身份 出席自家的能源轉型研討會 或許是一直以來被抨擊 在能源政策上沒有確定規劃 讓柯文哲也不得不親上火線 我們大概就是滅火了 柯文哲正面表態反核四 而反對的理由來自自宣醫生經驗 他認為核災疏散真的太困難 不過雖然不蓋核四 他也認為企業用電難以估計 點出像台積電這樣的企業是耗電耗水大戶 必須要小心能源配比 柯文哲繼續炮轟 現在不分藍綠 根本沒人真心要解決問題 民眾黨要超越藍綠 對於在論壇之後 或許也得端出能源規劃藍圖 才能讓支持者安心 華西新聞的張道永 泰寶島